先講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 今天有突破性的發展 台美關係 台灣行政院的經貿談判辦公室宣佈 台美雙方已經在星期四的時候 主要和華盛頓正式簽署了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這就等於是 你是不是可以和台美的經貿關係自由化 這當然是民進黨很需要 但是你對於華盛頓來說 其實這個21世紀貿易倡議講過很久 2022年其實也不算太久 2022年開始啟動 2022年就是拜登當選之後一年 他就會啟動 21世紀貿易倡議 當然他不會跟你說貿易協定 不是貿易協定 但是叫貿易倡議 這個貿易倡議裡面 涵蓋了所謂的貿易便捷化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貿易便捷化 反貪腐 良好法制作業和服務業國內規章 當然如果可以談得好 台美的經貿關係可以更加緊密 你知道 這個對於民進黨來講 尤其是需要的 這個民進黨 尤其是明年也是大選 明年是年初 年初很快 我就懷疑這是 拜登聖給賴清德的一張助選牌 因為去到選舉論壇的時候 國民黨最喜歡玩這個所謂的經濟派 經濟派就是什麼呢 經濟要靠中國 你說安全 或是要靠美國 但經濟要靠中國 尤其現在國民黨 我相信他也是會 很曖昧地 支持馬英九 這個順從對岸的 所謂的兩岸一家親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台灣的經濟表現真的很差 例如今年首季的GDP 在上個月已經公佈了 是指負3 是指負3 比起去年年尾的預期負1.2 是升了一倍的 是 現在給你一個希望 起碼要啟動 其實去年六月啟動談判 其實現在剛剛好一年 涵蓋很多議題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 農業、數位貿易、勞工、標準、國營企業、非市場經濟、環保 七項 就作為後續簽署的議題 剛才我們說的 貿易變節化這些事情 可以先做 起碼有機會 有希望 台美的貿易 可以因此而回一回 可以彌補 如果民進黨上台繼續執政的話 在對華貿易的經濟損失 是不是可以在美國的貿易方面 可以補償給你 這個就是 你起碼對於賴清德 他在選舉論壇上 他不會說在經濟問題上捱打 但是如果你看回 2019年 都還有百分之二的增長 2019年 是的 即是說中台 不是台灣自己本身 但是如果你再 如果你一看疫情打後 其實台灣一直是這樣 經濟增長是在講負數的 也就是告訴你 其實蔡英文一直交的經濟成績表 其實都是不合格 唉 如果不是 為什麼九合一又輸 跟著那些 你立委那些又輸得這麼厲害 是吧 這當然是對民進黨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危機禁 如果不是 為什麼我們走去講 這個大陸那邊 一副償之後 其實蔡英文不斷扯習近平 或者扯中國商務部 是不是要重啟小三通 又或者那些 兩岸經濟關係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事實上他的經濟成績表 他真的要 但是其實台美的貿易額 其實相對去年 已經有很大的增長 現在台美的貿易額 要去到1140億美元 這就等於相同於 什麼概念呢 等於中俄貿易額 中俄兩國的貿易額 尤其你對於 台灣這樣的經濟體積來講 1140億美元的貿易額 其實是不差的 其實都要台灣自己搞定 例如很多金融 那些業務 他自己本身都不開放 你可以怎樣做 所以現在就要法制講起 因為我們都說 台灣其實是一個挺人治的國家 你又不是普通法 沈旭輝的說法叫情理法社會 有什麼事 先拍膊子 你先認識誰 你要想清楚 所以你起碼 我覺得對於賴清德來說 是補到他不足 因為現在國民黨那方面 他現在是找了誰出來選 候友宜 候友宜 但是好像郭台銘還是蠢蠢欲動 郭台銘已經拍了肩膊 然後說祝福候友宜很久了 對嗎 好像有些很反覆 現在是去找柯文哲 其他小動作肯定有 但問題是 黨不會再給機會 郭台銘這樣解釋 就是這樣 還有什麼要說呢